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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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啊 忙着呢 贺总来了 贺总好长时间没见见的 马总辛苦啊 为了公司繁荣是应该的 对对对 你干什么去 谁还没点私事呢 我这五个 对 我跟你说 你老跟我这玩心啊 没有 哎呦 来 贺总好 看什么了 淡珠都准备好了 来吧 哪儿是 这个门馆啊 来 拿着去 贺总 我 我告诉你啊 贺总 我今天正式的向你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海达的正式医员 我要好好地把这个海外市场部搞起来 还要做这么多 你玩真的了 我不玩真的行吗 我在你这儿天天吃白饭呀 你以为你让你秘书给我送这么多文件来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就是怕我闲的话给我弄一堆活干吗 我告诉你 我还需要好好地把它研究一下 然后我还要出报告呢 还要出报告 好 你是怎么想通的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老大找我谈了一次 老大找你谈了一次 谈什么了 谈工作的事 我觉得说得很对 他 他说一句话 比我十句话 那人家说得有道理 我就得听 我 我说了那么多 你都不来 他一句话你就 你就来了 那人家说得对 我就得听了 别说这老大 挺厉害啊 来来来来 帮你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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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 我这这么工作呢 看到没有 来一局吗 不来 上班呢 我闲着没事干 陪我玩会儿啊 我有事 这么活儿 我知道了 你是怕打不过我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小时候你比我厉害 但是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系啊 现在你跟我打 未必打得过我 你是怕我怕的 怕我怕 怕你 照样打你无比 啥啥啥啥 打我无比了别吹了 切磋一下 你敢吗 就一盘啊 好好好 一盘 一盘就一盘 我得报仇跟你讲啊 你赢了你可别介意啊 你没这个机会 我眼镜能不能摘啊 能啊 你把衣服脱了都没关系 谁脱衣服 来 你打你还用脱衣服 看到了吧这个活儿 我不是没练子跟你讲 可以啊 看图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看来还真得脱衣服 看怎么啦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你上次参加同学会啊 是你都是 人家人都去吃了 你谁家人都去吃了 你谁家人都去吃了 找个时间 你家人也可以找钱啊 我上开了 别吵了 不是 他有啥重要的事啊 不就是跟着什么 客服局长吃饭吗 为了个客服院长的事啊 我几千万的生意 我都不做了 不是 我去参加同学会啊 我给他给你道歉 做梦吧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 从来不俗乱啊 快去哪个一样 自己那种转贪人之气啊 是不是 你狂 来来来 接着来 行啊 坏了坏了坏了 坏了坏了出大事了 妈 你怎么了 顾月 出大事了 小心离家出走了 妈 妈 您瞎紧张什么 她说出去走一走 这就是离家出走了 可是她的登山泡不见了 她的衣服不见了 她的银行卡不见了 她的身份证都不见了 这不是离家出走 又是什么呢 不行 我得赶紧赶紧报 报110 报110 必须得 赶紧报110 你妈 您冷静一下 现在不足二十四个小时 您就是报了警官局 也不会立案的 天哪 那我的乖孙子我 我怎么办呢 我的乖孙子呀 我的乖孙子 这个怎么办呢 妈 没事 这个孩子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 她有可能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咱们 说得明天就会回来了 顾玉啊 事到如此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 这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啊 我的天哪 都 都怪那个圆满 她把我们好好的一个家 给整成这个样子了 不行 你让她去给我找我孙子去 我孙子要是一个三长两短的 我让她一命还命 然后我会抱着我孙子的骨灰盒 一块去掉环补家的 行了 妈 您就别闹了 我现在就给圆满打电话 我让她找小夕 快 你快点给她打电话 喂 这么红 我已经到了延长路附近了 对 快到她学校了 这样 你问一下小胖 圆溪住的那个宿舍 她的房间号是多少 对 对 对了 你千万别告诉她 是我在帮着找小夕 行 好好 我知道了 老大 老大 我刚从长途汽车站出来 没找到 你那怎么样 没有 你说这小子会不会 已经出上海了 对了 宾馆 宾馆那方面 你给打听一下 好吧 对对对 我这儿就去问 好好好 好嘞 喂 喂 杨夕吗 马叔叔 是我 许红 你说你这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偏偏着了书信的道 对她百依百顺的 你可别忘了 是她缴了你开业宴的局啊 那不也是有情可原 那不也是有情可原嘛 要是你家老顾碰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还不得搞得天翻地覆的 其实她这种人哪 我知道 就是说话不走脑子 张嘴就来意气用事 可是往好了想呢 这叫心之口快 总比那种像铁板一样的假高冷 阴阳怪气的要强吧 我看你才是意气用事呢 就因为那个姓古的和马之舞不对付 你就想着曲线救国 借着帮她女朋友的忙 出一口心里的窝囊气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 其实 我觉得舒欣这人还行 什么还行 像她这种前脚说翻脸就翻脸 后脚又跟你舔着脸论姐妹的人 你可得长个心眼 这种人是典型的视力眼 用人在前不用人在后 秀兰 别总把人想得那么极端 我不想极端行吗 像她这种视力眼的人 你也不想想 你要是一穷二白 老公和自己都没有本事的家庭妇女 你看她会不会理你 好了好了 我自己会小心的啊 会小心 会小心你就不会她刚求完你 你就给赵生打电话 像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事 你尽量少掺和 别到时候落不着好 还惹一身心 那倒不至于 她朋友的那个公司呢 我摸过底了 虽然规模不大 但总算是实业 放心 赵生是我多年的交情了 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她的事啊 行了 我看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我去跟你们家铁军说 我就不信 她跟你一样糊涂 秀蓝 你要是真把我当朋友的话 就别跟铁军说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我自己有分寸 就别为我操心了 走吧 这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跟你们说了 你们说 我这过得失叫日子嘛 我天天在倒山火海里走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还想说不上班就不上班呢 能行吗 在医院里 我是某些人的眼中钉 在家里 我是那对母老虎的眼中钉 我敢有一点差池 我活得太压抑了 我活得太压抑了 从小品学兼幼 年年三好的袁小胖 确然混成这副德性了 什么火 老大 铁头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不堪 特可悲 是不是在心里 早就又把我笑话了个够 小胖 你不能用小人之心来 小胖 心里面不舒服 别憋着 说出来就痛快了 你还觉得你自己很压抑吗 你想过你儿子袁新吗 你想他为什么 给芝茂胡打电话吗 他告诉芝茂胡 他其实去的是历江 你没想过他为什么 给芝茂胡打电话 而不给你这个当霸道打电话吗 是啊 为什么不给你当霸道打电话 因为他知道 打了电话 就会遭到你和古语的一顿臭骂 没错吧 其实啊 小夕刚走那会儿去 我也特生气 你说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让我们几个大人 满上海去找他 但我刚才听你说家里那点事吧 我觉得人家小夕特别不容易 你们亏欠小夕太多了 你们欠 欠小夕一个 温暖和睦的家 这才是根 我 我说得对吧 少喝点儿 少喝点儿 他还是不接电话呀 妈 你这干嘛呢 你说他混账不混账 这小夕莫名其妙的去了丽江 他不说赶快坐飞机把孩子接回来 还跟那些狐朋狗友们乱吃乱喝的 肯定就是那个马之五出的坏主意 还什么换个角度看世界 我的小夕就相信了 妈 你赶紧去休息去啊 我现在就联系圆满 让圆满去丽江去找小夕 可以吗 你去休息去吧 接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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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气死我了 你去休息去 喂 你好哪位啊 你好 请问是贺铁军的 对 我是他太太 你别误会 我是谷宇 误会 谷律师 我想你是真误会我了 其实秀兰他 我没误会你 我想说那件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晓红 如果你觉得我误会你的话 那我可以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打电话来是要找圆满 麻烦你让他接些电话可以吗 圆满 他不在这儿啊 那他在哪儿啊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他们男人的事情 我可是从来都不过问的 铁军应该和他在一起啊 我麻烦你喊他一下 我真的有急事找他 他真的不在这儿 这是铁军的工作手机 他忘在家里了 不过你放心 你们家圆满呢 一定是跟铁军在一起 这点我跟你保证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男人嘛 你是知道的 有的时候疯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 他们没接电话一定是没听见 你不用多想 我多想什么了 我打你老公电话 我无非就是想找到圆满 谷律师 你不用解释 女人嘛 偶尔查查岗是可以的 可是明知道老公跟兄弟在一起还打电话 那是不是就有点 当然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你别往心里去 谷律师 我知道你是有素养的女人 这种事你肯定不会做出来 对吧 许红 我想你是真的误会我了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小肚鸡肠 至于你所说的查岗 我想这是你常用的伎俩包 我是从来不怎么做的 我认为夫妻之间最基本的 不就是相互信任吗 信任 我想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吧 也对 不过嘛 有些人值得信任 有些人 那可就未必了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打扰了 谷律 什么事 这是个怪人 妈 您又偷听 我睡觉去 我睡觉去 对 你们说的都对 摆个臭脸 端个臭架 就以为自己是老人了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在小夕眼里 我不过就是个鸡不可亲 也不可爱的小老头 小胖 你已经答应我们了 小夕回来以后 不许打不许骂 等小夕回来以后呢 到时候你跟你太太还有你丈母娘 我知道 我会跟他们好好谈谈 谈不拢我就 我就忍 忍无可忍我就 你要怎么着 好 我喝酒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 来 喝酒 来 来 来 我发觉这人哪 在痛苦的时候 就容易想起小时候 那是多么的疯狂啊 不是 小胖 小胖 你别跟我提什么 美好的童年啊 你一提这儿 我就心里堵得慌 你说当年 芝麻胡他们要搬家了 我自己喝一个 小胖 喝酒喝酒 来 喝酒喝酒喝酒 来 喝酒喝酒喝酒 来 慢点慢 小胖 其实我觉着你挺好的 这分谁跟谁比啊 你说你要跟我比的话 怎么比 对不对 我多羡慕你 你是海外市场总监 是领导 你算了 什么领导 那是铁头可怜我 这么活儿不能这么说 谁可怜你啊 实事求是嘛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什么活儿 能看到你过得好 我为你高兴 好好干 你看 别辜负了铁头 铁头 我就是个混账的东西 明明是自己那把事干好了 还把火往你身上撕 那些半魂的话 别往心里去 塞得好 添赫 谢谢了 晓邦 小溪是谁 那是我侄子 你还用歇 来 来 来吧 话说回来了 吴东 你那天那土豪那康样 你再想想 挺招人法的 你这怎么 他矛头又指向我们呢 是 我是土豪我有钱 怎么了 不是 你说我累死累活这几天 不就是为了那几张 花花绿绿的票子 但是你们记住 我铁头不是一个忘本的人 我好了 大家都得好起来 你说芝麻胡平常吃过什么 穿过什么 是不是 我请芝麻胡去吃龙虾 日本料理一起 就是让他过我的日子 我跟你说 我还没说你 就你每次其实请我 打高尔夫也好 吃龙虾也好 其实我特别不舒服 我觉得那不是我的生活 我跟你说 我每次给你吃完龙虾以后 我都得回去再吃一个馒头 真的 所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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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哪儿啊这是 嘘 别说话 跟我来 跟我来 干嘛呀这是 干嘛呀这是 来来就知道了 小胖 什么情况啊 哥 这 小胖 玩什么恐怖片 啊 好了好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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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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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来了 又来了 鱼 鱼 鱼 啥子搞什么呢 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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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别笑了 我这脚 你也也要抓我一把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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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起来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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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啦 看这好吃的特鱼 我看太过瘾了 你小子 每次都你溜得最快 这 这 这 几十年熟一日啊 就到底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看着这鱼的 太执着了吧 而且推小子还这么快 什么啊 鱼呢 鱼呢 你一头也没拿啊 你推我那鱼就跑了 你真是吃饱了 我来啦 我的你的 你 你 我来啦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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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出远门啊不知道 我们小夕啊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看 买东西啊 还会跟人家讨价还价呢 你看她给我买的这个银手装 是真的呀 怎么了呀 你说孩子天天地在家里 待着你不高兴 现在孩子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长本事了 你还不高兴啊 妈 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明白你 一个是您 一个是圆满 你们怎么就可以 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的 把这件坏事给看成是好事呢 当然是好事了呀 我们小夕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而且快乐起来了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不征求家长同意 私自俱利 你将旅行 这是原则性错误 怎么就是好事了 妈妈现在才闹明白啊 顾雨啊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杀风景啊 我才不管哪 什么原则不原则的 只要我的外孙天天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的 那就是好事 我告诉你 你也别把那个什么马之舞啊 当作洪水猛兽的 那人家一句话 咱们小夕就开朗起来了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不像你这个当妈的 一天到晚的逼着小夕啊 英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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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人 不是机器 你一天到晚让她的神经崩得紧紧的 我看倒是应该你好好地反响反响 好了 我睡觉去了 走啊 我看得很久 我看得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